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一遍 无意中看到宁毅也送了礼物过来 这才想起两人已经有一段时间未曾见面了 他让丫鬟将宁毅的礼物找了出来 却见是一幅中秋月圆图 作者乃是百年前的山水名家唐纸规 相必是花大价钱买来的 不过诗诗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 便让丫鬟放回去了 化作之前不代表这份礼物里 就包含了多少真心实意 女子对这种事是最敏感 何况是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的李诗诗 意识到这一点 他对宁毅多少就有些付费 这段时间 他几乎把所有空闲的时间 都放在了童书尔的案子上 身为青楼女子 她毕竟不好大张旗鼓的抗议 因此自然还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 表达自己的不满 她与其他姐妹的朋友 遍布官场和商界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之后 舆论逐渐倒向了向他们有力的方向 给了开封府很大的压力 尽管打死了童书尔的那位立部猿外狼 也颇有些关系 但就眼前的情况看来 他多半是要伏法了 而只有到了这种时候 才能看清谁是真正的朋友 得知他为童书尔的案子奔走后 许多才子都前来为他出谋划策 此外有纷纷钻文抨击凶手 和尸位素餐的开封府 一些官场上的朋友 也表达了愤慨之意 表示会对开封府施压 绝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但唯独宁义一次都没有 就此事露过命 让他每次想起来 都多少有些不适滋味 当然他也知道宁义 是来返楼找过自己几次的 只是不巧当时他都正好有事 回来时才从丫鬟口中得知他来过 而宁义此时早就已经走了 在诗诗看来 宁义多少显得没有什么诚意 既然有心来找我 你大可以等一等啊 而且有的时候 自己是在别的地方参加诗会 像你这样的大才子 难道就不能直接到诗会上找我吗 简直像是在令熙那几首诗一样 之前还不太熟悉的时候 他就多少觉得宁义的性格有点古怪 这半年以来两人来往的密切了些 他虽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但也对此看得更清楚了 宁义那家伙脑子里装的全是生意经 没写一首诗都要用在逐记的一家分店上 诗诗从没见过对诗词如此吝啬的才子 但偏偏他的作品又全都是出类拔萃的佳作 诗诗也只能认为他在作诗这件事上稍微有点懒 一场朋友 性格上稍微有些古怪 也不至于让他产生什么反感 彼此熟悉了以后 反倒还觉得颇为有趣 不过这一段时间 朋友们为了帮助自己都在热心的为童书二的案子奔走 宁义居然缺席了 这就让他多少有些怨念 不久之后的一件事 又让他的怨念增添了几分 那是中秋过后两天 于和中与陈思峰结伴来看他的时候 说起宁义时 陈思峰轻轻地冷笑着摇了摇头 哼 立衡塔 未免把钱看得太重了 陈思峰其实人颇有些傲气 于和中则要随和些 但对于宁义的所作所为 两人都是同样无法理解的 他们随后又就宁义最近在忙碌的事多说了两句 听说如今南方和北方都在闹梁荒 梁价涨得太高了 说起来最近逐迹也收购粮食吧 最近其实京城内外都不太平 部里的气氛也有些凝重 听说幼相府公器私用 要趁这次梁价飞涨 拿朝廷的资源来做生意 结果闹得物意沸腾 这几天就有好些官员被摘了乌纱帽 据说两位相爷都早有准备 但我认识的那些御史们最近也都有动静了 我在想会不会闹出什么大问题 御史忠诚秦大人与幼相是本家呀 按理说斗不起来的吧 难说得很 秦忠诚性行刚直 去年他连菜太师都敢参 作为底层官员 他们虽然接触不到上层 但对于风向的变化却颇为敏感 此时多少也感受到了一点山雨欲来的气息 而史诗听他们这样一说 倒是对饥荒的事有些在意 至于宁义趁着梁架飞涨从中获利 是每个商人都会做的事 若是说宁义最近都在为此事忙碌 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可现在闹得是饥荒啊 这种时候怎么能只想着赚钱呢 不过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施施也知道这样的想法多少有些天真 接下来的几天里 在关注童书二一案进展的同时 他也打听了一下目前的灾情 许多客人对此也有所了解 都说今年灾情十分严峻 那些商人囤积粮食的行径 更是让灾民的处境雪上加霜 说到这里他们多半要叹一口气 感慨今年有许多人要被饿死了 然后又痛斥那些发国难财的商人 丧尽天良 如此一直到了八月二十二这天夜里 终于稍微闲下了一点的诗诗 向李运请了假 离开樊楼到宁府去找宁义 他在宁府门口遇到了苏文定 才知道宁义此时还在筑记宇宴楼 于是他又折回了宇宴楼 通传过后 一名掌柜将他寄入了偏厅 让他稍等片刻 说是东家正在开会 要过一会儿才能出来 东家说了 正好有事要找诗诗姑娘 麻烦姑娘在这里捎带片刻 她很快就会出来了 诗诗便在偏厅坐了下来 同一时刻 樊楼外的街道上 一名衣着华贵的男子正轻摇折扇 在夜色中信步前行 在他的身后 还跟着一辆马车与好几个随从 看着一路上斑滑的街景 男子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他偏头对身边的人低声道 杜承喜啊 有时候阵站在宫墙上往外看 看到那一片灯火辉煌时 总会觉得高处不胜寒 只有当朕走出宫门 置身于这片繁华之中 才会觉得这才是京城该有的样子 就像是朕最近读到的那一句 此人正是白龙渔服的景汉帝周哲 最近这段时间 朝堂上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氛 若是往日 他多少会为此感到些许烦躁 但近日北地战士的顺利 将他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让他得以抱着轻松的心态 看待这一切 今天甚至还有闲情意志 微服出游 樊楼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 不过上次来没有见到李诗诗 让他多少觉得有些遗憾 这一次若能见家人一面 想必心情也会更好一些 不过不巧的是 这一次一人依然不在烦楼 认出这位客人 是上次高太尉亲自作陪的贵人 李运连忙出来拼命道歉 不过周哲倒是表现得颇有气度 只是挥挥手 表示自己并不在意 随后便叫了另一名花魁作陪 不久后 周哲出去入侧 无意间却正好听到了 两名丫鬟正在窃窃私语 说起来 狮狮姑娘今天哪里去了呀 听说是去找宁毅宁公子了 你也知道 他们打小就是朋友 一直挺亲热的 周哲闻言皱了皱眉 随后便对着身边的大内总管杜承喜笑道 杜承喜啊 这个宁毅宁立衡 可不简单啊 杜承喜攻下了身 小的知道 黄老爷刚才吟的那句诗 就是他做的 不是这个 周哲笑了笑 朕上次来的时候啊 诗诗姑娘就是到什么逐迹表演去了 这个逐迹就是宁立衡他家开的 也就是说 这个宁公子两次抢走了朕看上的女子 难道还不厉害 他走出两步 回头看了看杜承喜的表情 顿时便皱起了眉头 你呀 不要露出这种表情 不要因为这种事就找人麻烦 财子家人 自古如此 我只是闲暇时出来找找乐子 他又不知道 这算什么事啊 朕告诉你 这个宁立衡 乃是右相手下得力干将 是个人才 这件事 也是朕与他的缘分啊 好了 忘了此事 你当 朕是昏君 说吧 他转过身去 又满面笑容地回去陪家人了 竹记与宴楼一处灯火通明 亮如白昼的大房间里 二十几个人正看着黑板上挂着的一张大地图 听宁立讲话 此时一个掌柜匆匆从门外走了进来 凑到宁立耳边低声道 诗诗姑娘要走了 嗯 宁立眨了眨眼睛 随后对众人道 我有点事 要先出去一下 待会儿回来了 我们继续说 文人 怠慢了 房间另一头的文人博尔文言 笑着朝他拱了拱手 随后宁立便与那掌柜追了出去 还没有走远吧 他才刚刚告辞 应该还没有走远 真是的 正好有事要找他帮忙 干脆叫他一起进来听算了 宁立快步走到 逐气的侧门 正好赶上了准备离开的诗诗 与他的丫鬟 诗诗你等等 怎么这么几日要走 我正好找你有点事 诗诗回头露出了一个 为难而又迷人的笑容 今日只是路过这里 顺道过来看看 立衡你有事先去忙 我这边也得快点赶回去了 哦 宁立争了争 随后点了点头 那 真是怠慢了 我下次再去找你 好 诗诗向他迎迎一礼 随后转身 朝门外走去了 带走出了雨宴楼 街上的灯火印在他的脸上 诗诗才连起笑意 悠悠地叹了口气 既然有事 却不说明日找我 后日找我 只说下次 宁立皱着眉头 快步回到了房间里 继续指着地图说道 我们接着说 各家各户 都有各自的情况 我们去劝说他们的时候 自然也要根据实际情况 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说辞 我今天在这里 只是举几个例子 到真正操作时 你们还需要随机应变 而另一方面 你们要一步一个脚印 把工作做踏实 去备访的时候 要把话说透 不要敷衍了事 去过一次 就当作完成了任务了 而且你们还要讲究效率 如果他们只能忍受 你在他们面前开一次口 那么你这一次说话 一定要很有质量 众人面前的是 绘制了便梁附近 方圆数百里的地图 上面画有两百多个 大大小小的点和圈 用于标注便梁周边 家中土地超过一千亩的地主 散会之后 宁毅对文仁伯尔低声说道 情况其实并不乐观 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真正敲定了 能运到灾区的粮食 大概只有六千单 即便加上已经表现出一定异象的 也只有两万单 而接下来想要扩大战果的话 就要靠说服那些老顽固了 难度会比现在大得多 在正常的年景 一亩地大概能有一百多斤的收成 扣除分给电农的部分 地主一年从每亩地里 大概能拿到半单多一点的粮食 据此计算 家中土地超过一千亩的大地主 一年大概能收获六百单粮食 再扣掉他们自己吃掉的一部分 几年下来 囤积一千单以上的粮食 是很正常的 但事实上 由于缺乏销售渠道 或者是出于对商业的厌恶 有超过一半的大地主 根本就不出售粮食 等到仓库里囤积的粮食发霉变质了 他们就一把火烧掉 然后来年继续囤积粮食 以备不时之需 只是因为缺乏销售渠道 而不出售粮食的这一部分地主 宁毅还是有信心说服的 毕竟他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为这些地主提供 把货户转卖到灾区的渠道 但那部分因为厌恶商业 而不愿出售粮食的地主 他们往往还是囤粮最多的 逐界的推销员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因此宁毅对于最后能实现的成果 并不乐观 我们至少要筹集到 至少是50万弹的粮食 才能对灾区的粮价造成足够的冲击 我估计如今总共能筹集到5万弹 剩下的45万弹就要靠秦相 康复马 年功和绝名大师了 我觉得实在不容乐观啊 文人不二文言点了点头 另外我听说 他们准备要在朝堂上向秦相发难了 宁毅摇了摇头 这个我倒不担心 老人家对此事早有准备 我们只要看他的表演就好了 他顿了顿 文人啊 其实我最担心的事还没出现呢 如今他们只是在筹集粮食 还没有实质性地接触 那些世家大族的利益 而一旦粮食被转卖到灾区 把粮价压下去之后 利益受损的人们 就将露出他们锋利的獠牙 像胆敢触碰虎须之人 展开毫不留情的报复 而在此之前的八月下旬 一场风暴已经在朝堂上爆发开来 锋芒直指正忙于赈灾的两位宰相 对这一切几乎一无所知的李诗诗 却在这天夜里失眠了 看着夜宫中清冷的夏玄月 他苦涨地想着自己曾经重视的一位朋友 或许已经因为利益而变质了 他对于于和中和陈思峰向来没有什么期待 他们有点小心思 有些小自私 这些都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毕竟都是普通人 但对于宁义 他向来另眼相看 然而现在 这位他曾经十分欣赏的朋友 也开始变得丑陋起来了 也许有本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吧 为了证明自己都可以不择手段 只是 这也实在是太难看了 那些肮脏的勾当 真的值得他为之如此忙碌 乃至于全身心都投入其中吗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与宁义有关的传言 不断地传入湿湿的耳中 让他更肯定了自己对宁义的判断 语之后史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505章 听众朋友们 《坠序》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有多痛 无私相 《坠序》第505章 《坠序》第505章 《坠序》第506章